奇思墓是国内外知名的中国古典红墓家具品牌 意思是弃成鱼丝 妙出鱼鳍 专营名式 轻式家具 所知艺术品也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何谓名式家具呢 著名文物收藏家王世湘先生对此有两种定义 一 是明确表示为明朝嘉靖年至清朝雍正十三年期间制造的印木家具 二 则泛指为所有明式风格的家具 无论是置于明代或现代 明式家具多由文人设计 风格优美简练 典雅古朴 用料上首选黄花礼 勿求展现出木材的天然纹理色泽 符合当时质朴自然 尚有古人的审美观 造型上装饰简单 线条多方圆对比 横直配搭 与人简洁利落的感觉 工艺上运用笋卯结构 不需一粒钉子 就可以令木材牢固结合 流传百年 清式家具则指在乾隆之后形成的家具风格 有别于明朝典雅古朴 旨在追求富贵华丽 雕琢繁琐 造型庞大厚重 既然是专营明清式家具 奇思木就必须要成绩传统 用料上 我们选用大叶黄花礼 颜色由红褐至黄褐不等 不净不宣 恰到好处 精打磨后 通透光滑 手感温润如玉 它学名是长叶雀肾 生长于金矿和铜矿的矿脉上 故木纹间隐约透出金丝 更有独特鬼脸花纹 生动多变 工艺上找来了江苏一带的师傅 他们以巨措 细刻 韬光等世代相传的技法 制造每一件产品 传自上古 远不止古 更熔古于今 将传统设计和现代人体力学结合 力求打造出令人舒适自在的家具 观貌以上 你我亲闭双眼 淡淡目香 消却了整日的疲累 中式家具 分为乙凳类 桌案类 床塌类和柜架类 这类别看似理所当然 谁想到秦汉时期 古人习惯席地而坐 坐具就是床 根本没有椅子 唐年间 人的生活方式改变 垂足而坐开始流行 人越坐越高 双足旋起 垂足型家具渐多 宋朝时 乙凳足以自成一类 靠背 圈椅 交椅等普遍于世 中式家具也正是定型的 一椅 一柜 一桌 一床 它们背后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 有的 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传统 水浒传中 宋江做第一把交椅 为什么是交椅 而非其他呢 原来 古时只有皇室贵族才有资格做交椅 而皇帝外出巡游 狩猎 必定会带上它 有的 包含趣味盎然的历史典故 太师椅 为何胆敢自称为太师 话说 太师秦桧坐在椅上 仰头时头巾跌落 无冤有见及此 立马改装出太师椅拍了个又亮又响的马屁 也有的细数了古人的生活习惯 民间戏称植林桂为气死猫 难道这桂可以气死一只猫 非也 非也 古人多用此桂来储存食物 家猫双眼可见 双爪却不可触摸 可怒也 近看这些家具 仿佛回到过去 满是木质家具 香气萦绕 稍稍轻浮 清凉如水 温润如玉 满心烦躁 渐渐消散 久时的文化智慧点点滴滴 全已其私目中 中文化智慧点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